好,那我剛剛接著這個補充 那我還就是針對他剛剛做個Summary 那我把這張影片分成五個部分 他今天兩張是這個介紹的 我主要是介紹後面三張 那其他最後一張我想說 我們要求學範例嘛 所以我們拿那個Depicel的阿塔圖 我們先來介紹那個 Nafago裡面的核心的那個 Monte Carlo處理社區的方法 最後第五期會介紹 好,那我們先來做個剛剛簡單的Summary 首先的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想說 現場問題大概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剛剛以前講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Model Free的方式 或者是有一個Model Base的概念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我自己看的看法是說 假設今天我們的環境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基本上就不需要Model Base 因為我們就直接要什麼 我們就去跟環境直接拿 我們會拿到真正的Report跟標語方式 我們就不需要做一個Model Base 那什麼希望要Model Base呢 就是說當這個環境很複雜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設計一個烏人車 烏人車在線中開 可能是很容易就撞壞 但是我們 假設有辦法先做一個模擬環境 這模擬環境就是說 我們就一個環境做測試 那這個環境可能就是 會跟線子中的環境會有點差異 但是我們就沒有差異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們是希望先 地面走一些不必要的動作 那我們就會讓它 即早在收斂 在一些我們已知的Space上面這樣子 這時候它的Model 就有它的必要性 那還有方法是說 我們舉例來說 我們打德州布克牌 德州布克牌 我們基本上每個玩家 他的策略 我們是永遠都很知道的 我們只能知道說 我們手上 台北上所有的資訊 跟牌上的資訊 可是我們知道說 德州布克牌其實是很重策略 就是說每個玩家 他基本上的策略都不一樣 有的是比較激進的 有的是比較保守的 當然如果說 我們今天想要去 用一個傳統的Reforce 什麼倫理來做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玩不好 因為我們 並沒有辦法 對這些玩家 有一些Prinology 可是如果說 我們今天想辦法 建議Model 這Model是說 對這玩家 他本身的特性 比如說 我們剛剛玩好幾輪 那我們知道 這玩家他大概 有什麼樣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可以預先知道 假設我們今天面對 什麼樣的玩家的特性 我們就可以預先做出一些判斷 那我們就可以避免 我們走一些回頭路 那就是我覺得 Model Base的好處 可是呢 我是覺得說 沒有一定說 要Model Base 或Model Free 就是你要針對你的問題 來去決定 你要做什麼樣的策略 那 這張點主要是講說 其實不管是Model Free 或是Model Base 基本上 就是剛剛這次講過的 我們就直接用 一個叫組合式的 Dine-A-Q來做個整合 那Dine-A-Q 其實它可以是Model Free 可以是Model Base 就看你在做Planet的時候 你要花多少時間 去做Planet的代價 好 這剛剛講過 會不會跳過 然後看到這張 在複習一下這張 那這張其實 關鍵就是說 我要補充一下 關鍵就是說 我們今天 真正最重要的就是 去找這個 Bell-U跟Planet的方式 我們最重要的是找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 Dine-A-Q去找 Medicode Model去找 假設說 我們今天 問題很簡單 我們其實不用Model 我們直接 基本的一些T2D 我們就會找完美的Bell-U跟Planet的方式 我們直接解除答案 可是假設我們T2D機 它花很多時間 根本找不到底層 那時候我們就會做一個很簡單 近視的Model 這Model的話可以幫助我們 減化我們的運算 但是Model通常 布林是對的 所以我們會透過 我們分辨出來的經驗之後 我們說 剛剛的Model其實走太爛了 所以我們會 再去更新這Model 那這Model會隨著 這個時間這樣跑 Model跟Bell-U跟Planet 會同時做更新 那就是由它使用到 這組合的目的 好 我們要錄一下 剛剛有算法 那其實它 這會有辦法 它就是把兩塊接了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是冷靈的部分 那一塊就是說 我們用傳統 剛剛取過 以後的能力的方式 我們去更新它的 H-Value 可以照它的值 然後我們由H-Value去 建一個初步的Model 所以一開始這個Model 基本上它是很粗糙的 甚至很隨性的 但是我們每RUN一次 它就會更新這個Model 好 它真的關係在這一塊 它關係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我們會跑很多人 那我們基本上 每次跑一輪的話 我們就會記錄一下 我們之前走過的State 那它的做法 是用London的方式 去跑出一個新的State 有這個State去過 我們會拿到一個新的 我們會有新的State 跟新的Action 去拿到一個新的Reward 那我們可以去更新我們的 L-U上去 所以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我們現在一直RUN 可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不需要 沒有 我們在RUN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 嘗試說 這條路可以走上看 比如說 有這個地址為例好嗎 左邊是沒有Panning的概念 它就說 我今天S出發 我就順便玩玩玩玩到這邊 所以每次 每玩一次 這個裡面的Value光 就會更新 可是如果是 以右邊Panning的概念 來說 我每玩一次 我就做一個春 比如說我今天走到這個點 那我就去 應該說走到這點好 我就試試看 走右邊、左手邊 拿到旅行什麼樣 因為我發現 我拿下面比較好 所以我在我的Model上面 我就會建議 送你往下走 可是要知道一件事情 Model是會變的 所以當下我們 試了50次的時候 我們會得到一個Guide 說你這樣很重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講過 那個Dynamic 就是Dynamic 可是你知道Dynamic 最大問題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恆定的話 一個Mist的話 它基本上這個環境是不會變的 可是我們知道 Dynamic系統的話 有時候難是難在說 基本上它沒有一個絕對的可能 它今天可能是在位置 它可能這個方法會往下移動 所以它的Model會變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Model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走到死路 所以說我們Dynamic的目的 也是因為說 假設我們每次的狀態改變的時候 我們的Model 都去做一次真撤 如果真撤如果說 發現現在這個時間是比較好的一局 開一條新的路 它就會建議馬上走 那它就會慢慢往上走 然後就慢慢會趨近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接合 那如果說我們沒有Model Base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做到 只是說它要更新這個標誤 又跟R7方訊的話會很慢很慢這樣子 這個50是指 那個數字是剛才你講的 就說我每碰一次 我就去針對我剛剛 跑過那些State 做一個隨機的Sample 隨機抓點出來 然後跑更新一次Action 然後看它飛背回去有沒有更好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54跑完就會肯定 就會找出最好的路 對 就是當下會最好 但是它是每走一個State 就做一次那個Sample的概念這樣子 對 那這54可能是因為已經玩到很後面了 這些點都走過很多了 所以它就會去看一看看這樣子 它就會得到更新 所以這些箭頭是都代表 照著箭頭走是代表最好的路 對 以下這個Model它已經認出來說 這個Model 箭頭的這個Model 就是說你走到這個點 我就強力建議你往下走 然後這邊有 本身也有那個標約Function 跟帕里方在算 但是基本上Model就自己講說 我去幫你做一些 先看才好這個環境 就讓它走就好 所以那個是強烈建立 但是你會像那個 它有隨機 它不一定會 不一定會找到 對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 Exploration的概念 就是說偶爾會有 偶爾會 你一定會去 對 會去適合它 去適合那個地方 對 OK Jerry 老師你再回想剛剛他的演算法 對 就是有一點不是 就是說大概到E我都還清楚 對 他就是傳統的TD分D 對 對 對 那個就是還清楚 好 它開始比如說 它開始比如說 它Random 然後這時候它Random再選一個S 好 那我講一下好了 因為我一開始我們只有一個State不準 但是我已經跑了十個State好了 我在Random我就會選出一個 剛剛跑出來的那個State 可是我們在Jerry的時候 我們也是往右邊走 可是我們Jerry的時候 可能就往下面走 就是它會多一點嘗試 就是說 在你還沒有改變這個State狀態之前 它會多一點嘗試說 剛剛如果往下面走 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剛剛會選擇 用這個會選擇右邊嘛 可是我們會希望說 剛剛要選擇 不一定是 因為它有四個方向 它希望說 可以再等等選個H1出來 然後看看 有沒有辦法更新這個 H1State這樣子 如果更新的話 這邊就會改變 這邊就會改變這樣子 然後 它就等於是 改來就會出來這樣子 所以當你如果問題很複雜的時候 你用這方式可以節省很大量的時間 因為你跑一次跑完了嘛 可是基本上 你希望剛剛如果有個分岔點 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多一點Exploration的概念 所以你就是剛剛那個 才跟他講到的一個圖形 這個圖形我再解釋一下 就是說 假設這次0Plan 就是從那邊開始 所以Exploration 每次都隨機走 因為這步驟是難在難在說 它要到這個go 它才能拿到分數 你這邊隨便走 走到這邊 那個什麼 標語黃銀行是000 你永遠都拿不到這個 只要你走到這個 所以走到一次可能要800次 隨機走得要走到這個地方 你才會更新這邊State的分方式 這非常不好 可是如果你用噴嚏的方式 就說每週一步 我就上它左右去看一下 如果說運氣很好 我們主要快接近的時候 這邊就會更新出牌 因為這邊都是我走過的 就會更新這邊的State的State 那當然我實施會更好這樣子 可是這邊難是難在說 這也沒有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要看我們那個simulation的成本 因為噴嚏成本如果是很便宜的話 像這種很簡單 我們就要走一步就好了 這是非常便宜的 可能就狂坐沒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做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無人車 無人車它基本上 你的一個action 就是很多sense會得到action的資訊 它就可能 你要想看 你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分離方式 不是說做多就一定有效 它可能要更精細的進入模型 去做一個這樣子 就是我在想說 譬如說你的loop 如果你在end loop 或者是你那個absody 你就給它賭一些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到底是哪一些 就是等著要去算說 到底哪一些computations 是比較社交比較貴一點的這樣 對 那現在這問題會有點麻煩 所以後面會講說 用那個simile的方式來改善這個技巧 就是用蒙迪卡洛社學的方式 好 那這是剛剛講過 因為它自己擺在你的系統 所以剛剛這個講過 如果你今天環境變化的話 它原本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是最好的 可是當你的model本身有保留一些 噴嚏你的技巧 它會說 這邊可能 它有點嘗試走這一邊 當切換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這邊放了機會 就是你放了model 有一點可以暗示那邊的話 它就會少是走掉的路 那如果一打通 它接下來就馬上往這邊走 就會比較快 如果你的model是 沒有這樣model 你就是一直往那邊走 它往回去 往回踹 最後踹得很久 才會踹到那個洞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剛剛講的 如果今天 打 這邊反而可以 這邊是繞圓 我們現在馬上走過去 那就還是不錯 但至少沒有差很大 好 那剛剛是講說 我們今天有個model 我們怎麼樣去結合 那個model free 跟model base的概念 但是 這就是一個child 看你要 要把model做很多次的練習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今天如果想要知道說 未知的網路的話 我們想要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更新它的方法 那就是剛剛那個階段講的 就是說 我們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 Dissribution Dissribution model 跟Semorial model 那Dissribution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 往下看的時候 我就去看每個的分部 所以 我若想把它全部看完 我就看得很底層 看很多 很多的那個點 可是Semorial的概念就是 我今天就是 反正 我不可能隨機 我就跑100次 這個點我就跑100次 隨機跑就是 正負正負 靡靡靡靡靡靡 這樣去跑 然後得到一個 比如說 當作它在結合一個值 然後如果你跑100次 就處理100次的平均 好 那這兩個差別 是說 基本上 你的Expective 就是 Dissribution 它會非常誇實 就只能用妥協的方式 用一個Sample的方式去處理 好 那這個是 這兩張是幫你複習 一到 二到 七張今天的東西 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有介紹過 Dinami Programming 那它 有兩種算標誌的方式 一個是我們直接去算 VPi的值多少 就是我們今天在State S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選擇下一個State 那如果是我們要說 就是我們直接State 然後拿一個 下面的NextState 是比較好的標誘 就把它帶到我這邊去 那我們第六章 我講到那個TdLinami 第一章就是我們一次看 S下一個A 一個Action 然後我們直接看 如果拿到一個State 這State是多少 我們去推 我們去更新 我們的標誘 就是標誘Function 好 這邊快速帶過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看 ActionFunction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左邊是那個 ExpectUpdate 就是我們今天 以右邊來看的話 我們就直接做一步 然後等到一個S下State 然後再去推一個 新的ActionState 然後來算 這個配額的比重多少 然後來更新 那這就是我們 第二章講的那個SASA 那Q-Line以後 基本上就是說 我今天拿一個SA 然後再去算這個 新的State 這個配額的權重是多少 好 那左邊是那個 當一個Program的概念 就是它全是全看的 去找 所以要掛時間 好 那基本上 做個快速總結 就是說 Sampling跟Expective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今天 如果我們今天 應該說 看了 如果我們今天一條路徑 今天我們問題是非常簡單 就是一條路徑 就是一個State 一個State下去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 單一路徑跟Safe 但是如果當我們今天 一個A群做出來的時候 下面會有好幾個 而且可能 A群可以選擇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就要選擇說 看它到底分支 大到什麼成 如果太誇張的話 我們會希望說 你用Safe 如果說這分支不是很小 的話 用傳統的Expect Update就會去解 好 那通常這個差別 就差在說 計算量的權責 那當然我們 這是它的公式 就是說我們今天 Expective Update的話 基本上就是去算 SA 得到下一個State 的那個距離分布 然後把整個 全部加起來去 取平 就是Expect Update 那Safe0的話 跟前面講的DN 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說我今天 我只做一次Safe0 然後我去看 Q S'A' 得到最大值 那個當作 新的更新 去Update 那個A群放去 好 那這兩個差別 就是差在說 基本上就是你的環境 它會有很多分支 要去找 好 那 可是如果說 我們有限的 State的話 基本上還是會建議 你用ExpectUpdate 因為 ExpectUpdate可以保證說 你在 估估這個A群 A群 Function的時候 它是會收斂到一個 一個 一個範圍以內 那Same0 如果說你今天 Same0錯誤的話 因為你的State可能是 你找一個 找到State 那State可能不會發生 它就會 它的L就會很大 好 這邊是簡單 比較一下問題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灰色中間 灰色中間是 ExpectUpdate ExpectUpdate 基本上我是從 錄的NOW去看 下面所有的State 所以基本上 它所有都看過 所以它第一文 把所有 都看過 所以基本上 它在第一文 就是非常的久 第一文都做完了 那如果是 B2 B等於10 表示說我今天 的那個是 Blunch的分子 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大 那我們用Same0的方式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用Same0的方式 它可以快速的 就是把那個 RNs error rate 快速的下降 所以當 就看你的分子 ray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決定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改善你的時間 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樣的概念 它是一個 比例的問題 這樣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用10 它跟微生線 會差非常遠 表示說 你的Same0的方式 它的Aerror rate 會相當的 非常顯著 好 那 概念上 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Stay出發 我們的問題 可能不是從 最原始的那個點出發 也許我們是 隨意的點出發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基本上 我們在Same0的時候 基本上 有可能 如果你的點是 根本不會發生 但是你去Same0那個Stay的話 它就會很 很照顧結果 但事實上 我們可以避免的件事 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一個 比較好的Policy 就是我們在Policy的策略中 我們就慎選一個 比較好的方向去Same0 那這個Same0 Same0出來的話 就是會比較 一個是 我們一般講 就是說它是會比較 Relative 就是說比較相當的 它會再講到 所以它只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更新 我們的方式 那基本上 有個概念是說 這邊有概念是說 有時候我們如果能保留 已經VC的點 當做一些information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就是Dunocue的概念 就是我們今天 有走過點 我們去做一些Sampling 那Sampling 就是走一步 很簡單走一步 然後去看說 這個也會有好 可能是一個機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保留 就是我們之前走過的VC的點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些VC的點 是非常糟糕的 我們要在這邊 可以做一些更新的 那其中一種概念 叫做Tranjectory Sampling 它其實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今天你要怎麼去Sampling 因為你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有可能說我們今天Sampling一次 Sampling一百次 就直接走到底 然後我們就直接拉Reward 這樣就直到結束了 可是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Sampling 它是不會停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Final Step machine 它是 可能是無限的State 所以你可能就是說 你可能要設一個停損點 就是說我今天可能 當它的那個 HM沒有在更新的時候 我就停止不Sampling了 這樣我就可以避免說 花多時間在Sampling了 花多時間在Sampling了 好 那這個只是概念的東西 因為它沒有什麼影響 它就是說我今天 在做Sampling的時候 它必須考量到終於是 會不會直接從頭到尾 直接找到它的指 好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這兩張圖都是一個Sampling的方式 那差是差在說 越到這邊是越到越好 所以當你的那個 Uniform 你使用Uniform 意思是說 我每次在選擇 我的Sample的時候 我就是 隨便選一個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是 進行去廣告授勳 我的那個 有可能發生的State 可是如果說 我們有一個 Ownine概念在這邊是說 假設 你對這個問題 有一定的認識 你知道說 這東西覺得 不可能發生 沒辦法去Sample這東西 你做一些假設 那這個Uniform 你可以靠 剛剛我們想說 那個Model的方式去認出來 就是說它有個 可以想說這個方向 可能是比較好的方向 那你就會發現出 它其實是可以大 快速的熟練這樣子 那右邊這個 它因為它跑 一萬個時代 所以它只做 Bridge能力的概念 那也明顯可以看到 說Uniform 跟Uniform 有非常大的差別 所以Uniform 跟前面幾張講的 Policy是一樣的意思 它也是種Policy 它也是Policy 它就是一種 隨便的Policy 就是說 我看下去有五個分支 那這五個分支 我就 可能隨機選一個分支去看這樣子 Uniform Sampling 對 所以也是Policy 可是算了 Policy 沒有Uniform Sampling 就幾乎以為 Uniform Sampling 就是平均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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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Uniform Sampling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那個Model Model 就會去幫你做一些探勘 探勘出來的東西 它會跟你說 好像在這點 你往上走 你往右走 會好很多 那你就花 百分之80往上走 百分之20往右走 你就可以避免去Sample 你可能百分之80 Sample上面 百分之20 Sample右邊的 你就會避免說 去Sample下面 左邊這種 比較不可能發生的 這樣子 這是跟我們講的概念 好 那 它的延伸概念 就是一個 Real Time 那 這其實就是第八章 一個核心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 第八章講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 General的概念 就是說 線路中的問題 不像剛剛講的迷宮 是直接砍 或者直接 暴力法就可以找出來 事實上線路的問題 是 你永遠找不到它真實的權盤 比如說你今天 我們今天不是有個新聞 就是那個 無人車不是有撞到人嗎 把人撞死嗎 你可能設計了幾百種 你已知的狀況 你去存餌 讓它可以在路上 好 可是 就是會有一定的機會 你沒有辦法存餌 因為線路中的問題實在太複雜 剛好在某種特殊小 可能那個 紅外心沒有撞到 剛好那個 影響體沒有辦法看到 它是真的狀狀的 冷 所以基本上 當你的問題是大外有 你沒有辦法真正去 model 的時候 這邊一定講的概念 就是說 你要盛選你的出發點 就是說 你可能要對這個 就剛剛李琳講的 你對這個問題 要有一定的認識 你就會解的比較好 如果你是隨機從中 開始跑的話 你就是 你可能會從最外面灰色的點 開始拋棄 你就是用那種 找不到那個 中間比較豪華 可是如果你問題 你很了解的話 你就會選一個點 那選點是第一個動點 第二個動點是 你知道怎麼走這範圍 你就會 希望你走到一個穩定的範圍 內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 看那個 我們舉個例子 阿法國為什麼後來 會這麼成功 就是因為 他們挖了那個黃氏解 黃氏解他本身對 維席的甚至比一般的 因為他本身有業餘的那種水準 像我們這種工程師 絕對不可能知道 維席的難度會比較好 所以黃氏解 在給那個policy的時候 他就會給他一些建議說 欸 我下這個地方的 絕對比這個地方很好 那這個是我們工程師 沒有DOMENA EG 做不到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有些DOMENA EG 你在做這段事的時候 你就會 減少大量的搜尋 其實重點就是 減少搜尋 因為 如果你有辦法 暴力法全部都找到 根本什麼方法都可以試看看 但是 就是因為問題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會強烈建議說 對問題要很大了解 然後不用太大方式去找 找這個可情的解釋 這樣子 好那 RTDT RTDB跟DB 其實就是差在說 它是一個非同步的DB 因為DB就是我們把下面都看完了 然後BEDR回去我們的值 可是RTDB基本上 它是不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完全 馬上 馬上完全飛貝的回去 因為它找不到底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 可能你要 怎麼樣去更新 你的這個 Finaling Progress 是一個 就是一個蠻重要的技巧 這樣 它這邊其實都是講一些 抽象概念的東西 好那 講完抽象之後 我們開始講 比較實際的例子 就是 我會用DB7的投影片 來介紹它 我們在 AlphaGo 這大概是蠻早時期的技術 就是 只是講一個 RTD設計的方式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聽過 好 它先把問題定義說 我們基本上 我們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叫Huris Search 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Tree 是我們 長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今天 一開始再錄很龍 那我們會用一些 Huris的技巧 我們去評估說 左邊 我們就去算 從底層 1 2 3 4 5 6 4 5 6 6 7 8 9 我們就依序從下面去算 它的Huris Function 它的值 會上來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說 當我們在錄和Node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 左邊還是右邊那個點 好 那 這個點取決於 你的Huris Function 要怎麼設計 那如果說 問題很複雜的話 我們有些會用 滲風型的方式 來去做 評估這個點 它的指示號還是壞 好 那大部分的工體 Huris Function 都是從這個ROR ROR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從頭開始走 ROR 就是從頭開始走 就是說 今天我們從頭開始走 我們不知道哪個點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今天 假設下面有10個State 我們每個State都跑100次 100次 會得到一個最終結果 那結果就是我的流落 流落除以100次的平均 就知道這個State大概是怎麼樣 那常理的時候 這好像不太準 但事實上 當你的Simple 就是你Repeat數過多的時候 基本上 它會變得相對的準 就是我們之前在Modicolor 那邊的概念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求一個 那個圓周率多少 就是你丟點過多的時候 它就會非常的準確 所以基本上這是可行的 所以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套用在我們社區的概念上 那 基本上 我們剛剛一直講到說 什麼Simple model 什麼model 那 其實以這樣來講的話 model就是建一個tree 那我可以想像說 當我們今天在走一個圍棋的時候 我們下一步 揭開可能兩三百步要決定 但是我們今天的model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model是去建說 我們走過的路 我們就把它建起來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走過路 我們就當作還會收尋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tree 一開始是一個點 那隨著你去看 你就會看到 左邊右邊去看 那如果說像 這邊有個t t就是我們今天這個點 我們就不去探索 因為我們實際有限 我們就是會 在於我們的pology 概念上 我們會去找一個 我們當下覺得 值得去探探的地方 那這也是那個rvv 它的核心 就是我們如何去看看這個點 那如果我們已經找到一個點 比如說我們找到最右下的點 比如說我們找到最右下的點 我們就直接用那個multi color的方式去搜索 你就可以知道 那點的值是多少 那這概念就是說 我們今天 有上到下一個fowl的設計方法去建 那它概念上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s start這個點 就是sd這個點 我們往紅色這個方向去走 比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會去蘋果 左邊跟右邊的那個simulation 還可以比較好 那如果發現右邊比較好 我們就會 點就換到黑點 那黑點的話 就是再做一次 比如說重新檔裡面好了 我們今天從這點開始出發 我們會看到左邊跟右邊兩個點 這兩點我們如果 不想去射取很多 我們就會做一些 用一些simulation的方式去跑 隨心跑 那如果發現說 這點比較好 我們就會移到這邊 那這點一樣 它會有兩個點可以選擇 所以它一樣的方式就是 用那個simulation 就是用那個 可能用很多simulation的方式去跑 那沒跑一次 我們就會移到一個點 然後它趴的時候 就會墊起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一輪可能是這樣走 那第二輪的話 我們就會保留 剛剛移走過的點的值 我們就會看好說 剛剛在這種狀況下 這個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比較大的區域會走這個點 但是我也有一定區域會走這個點這樣子 所以它的simulation based概念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把移走過的點 當作一個trip一鍵 然後去給它一定的機率分布 然後告訴它說怎麼走比較好 好 那它的核心就是一個 我今天從一個st開始 那接下來就是 假設我們有一個model model view的話 它就是剛剛講過 它就是一個simpling的方式 那我就隨便simpling的方式 然後我就跑 跑到t 大t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跑到終點 那我跑k次 那這個k可以去取決 比如說你要跑幾次的那個問題 它如果越多 它會越準 那這也會越花時間 好 那如果把這個概念 加到我們第五張跟第五張 其實就是把 第五張的Mondekalo control 加上這個model的話 model就是我們建立的tree 去記錄我們走過的點 就會變成Mondekalo search 那如果是第六張的Sasa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次更新一次的那個upgrade 那我們如果加上這個separate 我們是用PE方式去做search 去地理search的概念 所以請問一下前面那張圖 就是前面那個第五 第二 所以你說這個圖 就一定是Mondekalo tree的意思了 是嗎 對 它就是找是用Mondekalo去找 但是它就是這個tree會一直長 只有tree一開始是一個點而已 對 它會隨著你的Mondekalo的方式 慢慢長出來這樣子 然後長出來的話 它會給這些個點貴一些分數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tree會越長越大 越長越大 我那時候也是看過 我現在比較想不懂的就是說 它的關鍵 它到底如何避開heuristic 不避所有 我這裡一直沒有想懂 你說heuristic是指 就是說所有的變化 它怎麼能夠不去所有的變化都考量 然後就挑出最好的 其實我以Avalu來說的話 假設我一個stay出發對不對 對 它可能會有300多 因為我下個stay要做 可是在Avalu裡面 它會去讀 大家記憶一下它會讀祈鼓 祈鼓會可以想從哪個stay 比較多人走 對 所以它會先去搜尋 某一個特定的 就是祈鼓上 比較多人建議的那個部署 再從那個部署去做 Tree Learning 或是Mondekalo Supporting的方式 去長 長出來就會得到這點分數 好 那第二點就是 祈鼓上可能第二個人建議的這個點 那你去長 長完之後 所以你說Avalu的Mondekalo tree 基本上它的利基就是 定義 就是靠那個幾千年的起伏 這樣子 對 我不知道是後來只有什麼 但是早期那一版是 它是讀起伏的 對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避開 把所有的路徑都走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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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如果 餓 如果以企業來講 你不會全部想 因為有一些 對 早期那個大學研究所的AI能課 它就會交到這種 它有些步驟你走走走幾步 就已經知道是很爛的 就直接丟了 就直接丟了 所以 其實在你沒有這些Narge的情況下 你一樣 不需要全部轉身掃到底 對 因為你現在走了一些 你就知道那一步是死期 是絕對不可贏的 所以就直接就丟掉了 你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會一定是 如果你是完全沒有Prenarge 你是全掃 那全掃就是Dainable歸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一開始的Dain是會少得比較廣 那有些分支 如果你Treeley來鍵 你有分支鍵 就是 修 好 它那個行話 它叫AlphaBetaCut 就把它切掉了 那些你就不用管它了 就是說你很清楚 就是很清楚 但是基本上是很爛的 對 對 那 那 那你用 就在Sample裡面 就在這裡面去取 所以它就要一個Epsilon 走一個到底 然後回對我來說這一步 到底好不好 這是摩利卡羅 跟Dainable不一樣的地方 對這樣講好像有點直覺 那就是 因為最近 你們應該也看到 最近又看到一個更神奇的 不是叫AlphaDaro 對不對 他說完全不用套棋谷 他是兩個對戰的 他說對 用對戰就累積性 他說三天就贏過AlphaGo 我是沒有去看論了 我覺得 這個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跟調太遠了 就是找技術 就不一樣 對 那它基本上就是 對 用MeForce不斷的 對對對 去 各種 就像照你剛才講的那個原理 你說你這樣子歸納已經知道說 哪一條路已經是很爛的路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懂為曉 我亂講對不對 搞不好有像那種 那個金融亂寫的 有一樣是斷律這樣的人出來對不對 你搞不好這裡亂下一點 那裡亂下一點 他搞不好是很神奇的步驟 這樣搞不好也可能會贏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 你這種判斷是 絕對知道說是很爛的 布他才會丟掉 對 他如果沒有辦法預測說 這結果一定是死的 他不會丟掉 對 他還是會 他基本上就會算在他探索的範圍之內 那你用模擬卡爐就是說 為什麼在棋類會 尤其是圍棋後來 在AlphaCode之前 沒有用Deal Neural Network之前 被大量的 有圍棋類的電腦層次採用 因為他不是像Dineable的整個掃 對 因為他的那個space太大了 所以他耗的commutation的計算量 是不肯在每一步的要計算的時間太久 是不容許的 所以他才用Monica Law 那個Search Tree MCTS這種方式 他就是用Simpling 然後他只是說 他除了這個以外 他用Preneurage 就以前的奇谷 對 用CAN Nitrate 他是把兩個是Combine 好 謝謝 不錯 我想到AlphaCode 我想到AlphaCode他 我想到可以等到那個 要買 你講那個對不對 等到他 就講AlphaCode系列 應該會更 會講到AlphaCode 應該會 對 我有想到AlphaCode跟李四死在比賽 那五場的時候 有一場是AlphaCode輸掉的 對 他們有去分析為什麼會輸掉 因為李四死下的那一場起 是AlphaCode認為是機率幾 好像是一萬分之一 還是十萬分之一 會走的起 所以他根本沒有去想到 那一步去發展他後面的社群 這樣子 所以他後面就有點 當機的感覺 因為他下一步 他完全不會推薦走那一步 是這樣子 一般他會跟你講說 欸 我今天走這個點 我會推薦走這一步 那有這步 後面就隨機去跑 然後去點 那可是他走一步 是你完全不會去 世界可能沒有辦法 估計到那個點 他就錯亂了這樣子 那應該就是一個bug這樣 好 那剛剛前面有些 有些理論的東西 我先直接講例子 好 我想問一下 像剛剛有提到的是說 哪些要決 就是其實我覺得他剛才想問的問題是說 我要怎麼去決定這東西很爛 就像我剛剛在提到那個 就是在做sweeping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sita的那個詞嗎 他那到底是怎麼決定 其實我跟Zero在討論 我們不知道那個sita 那個應該是 根據那個case 去調出來的strach port 嗯 所以那也是隨便亂挑的概念嗎 沒有 他應該是 我剛剛跟你討論就是說 這個strach port 如果很大的時候 他就很快就走到熟練 因為他很容易就被 卡卡卡卡掉這樣子 可是如果他很小的話就變得不好 就是說 我每條路都想去做 做醜的嘗試這樣子 所以他必須是一個 對問題已經了解 然後設定一個剛剛好的詞 他不會花太多時間的社群 也不會太快找到local 你把它看成他就像是 DipLen裡面的那個 hyperpermerchant之類 大概是這樣看的 他是調的 所以你調不一樣的水秀 你調的低 那大部分都要做 他調到高 那這個value一下 大部分就丟掉了 所以他會影響 所以他會影響 我在一起做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 try arrow 就找到一個sign 基本上我覺得是 對 因為我就覺得 每個問題的特性都不一樣 你來講說 找到一個特性是 用到所有問題不可能 你要了解這個問題的特性 就像這部系 你要了解奇卜的特性 再去設計這種 對 因為我現在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 就是你說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底是封閉系統 或者是開放系統 比方說你講 你說類似 假如那個可能就是 開放系統要去管清的 對 可是你危機再怎麼想 感覺危機還是封閉的 對不對 他所有的規則 你所有的東西都看得到 對 因為現在科學 就是我最近的報導 看到那個alpha-thelon 他已經要應用這種生物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他說要去探討protein-pholding protein-pholding 是所有生物學家 最基本的問題 但是他屬於開放 對你應該知道 protein-pholding可以解決 應該幾乎就可以得諾貝爾講了 他就是說一條序列 一條蛋白質序列 下去你怎樣折成他的蛋白質形狀 現在聽說alpha-thelon 那麼強 聽說已經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 我現在搞不清楚 就是跟你今天 你要看他解決是 一級二級三級四級 對對對 對沒錯 一級結構二級結構當然相對容易 對一級結構二級 那基本上現在所有已知的論文 能夠真正做的比較多 因為都是一級二級 三級幾乎幾乎都還是憑空的 但是三級 有人網站做得很好 他要哄他舉的方式 就是別人已經有結構了 然後你類似序列 對但他們並沒有 那個基本上都是 還是在打基礎理論的 他還沒有真正可以用 對 他一級二級 基本上是已經是可用了 對 你的那個蛋白質蓄液 就比這基本上是可用的 對 然後滅 二級基本上是滅 然後三級就是另一 四級就是不同的 組合在一起 對啊 那我想他基本上 目前我認為啊 能解的大概就是一級二級 三級還一的 因為就是有些東西 跟你今天講的 你開始講的也有點像 你說什麼 人類會去從其他的感官去得到一些知識 對不對 不是 是你人 比如說剛剛那個遊戲來講 對 每一天都有人講說 你在玩遊戲 那為什麼機器用 Force Learning 在這一類的遊戲 他得到的結果這麼差 對 因為他沒有從遊戲的背景獲得資訊 他完全是按照他 他就是一直try error 然後得到reward 這是他唯一有的 他看不到其他的 對 但是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可能把它當作封閉系 但人可以從畫面去得到 因為你人即使是一個五歲小魚 他看了幾分鐘 他就知道這遊戲是在幹嘛 對對對 就是說人比較open 會去截取其他的資訊 對不對 我的比喻是這樣 因為你人基本上 他已經知道說 這些東西的因果關係 對 那我現在就是說 在眼神就是比方說 現在 Machine Learning 你講的這些 我們不管應用在什麼問題 那Google可能是一個很開放的東西 對不對 以後的我們機器人手 那搞不好自己會從Google裡面去找他要的知識 對不對 有啦 但是應該還要很久 對應該要很久 我們現在在世界 一本現在剛出生的應該都看不到 他搞不好 他搞不好可以歸納出一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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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大概這種難題 起碼都是百年甚至千年的問題 可是我已經說 他沒有 好 好 好 我直接用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一下 所以說 莫迪卡羅的處理設計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剛剛我們講過 我們系統 上面是我們的Policy 我們會推薦一個點 這點好不好 我們不知道我們從這點開始找 那我們知道危機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不可能 講這時候200個 199個或198個 我們不可能再一路上乘上去去算 他這個世界的狀況 所以我們做法來簡單 就是從這點去算 白洗也黑洗就隨機下 隨機下在核位置 然後得出來那個分數 比如說我們run一千次 一千次其實也不會太久 run出來的分數 就是他這點的分數 那以這個我們把它減化為例的話 他其實就是 我一個點 我玩到最後我就拿1分 所以這個黑色的這個step 我就是拿1分 好 那我拿1分之後 假設我們重新開始 重新這個點 去找下一輪的 推薦系統建議我們的點 那是白洗這個點 好 他弄下去的話 他得0分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白色的點是0分 可是我們會做一些exploration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去找其他點 那一樣 我們找到這點 白洗 他拿到1分 但是不要忘記 每當我們往下找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 他的更新 上面就要更新這個點 因為我們 這點也要跟其他點去做比較 那 你如果 這點0分 這點1分 剛剛他自己也1分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 3分之2分 這樣子 好 那 你就會繼續去找 假設說 我剛剛發現說這樣 左邊跟右邊兩個白點 左邊比較好 我就從左邊點下去去找下一個點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樣找這點 都要0分 所以是4分之2 好 這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其實這個概念 就是說 一開始 其實他只有一個黑點 黑點 就是說 我完全沒有頭緒 就是我們model是空的 可是 所以我每逼 過一個點 我們這邊每個state 就會增加一點分數 這個分數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 我們就把一個model 建出來 就是說 當我們這一輪跑過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一個跑過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是1分之0 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在跑一次就有動 就是2分之1 或是2分之0 我們就知道這點可能 市場沒有那麼好 我們就比較傾向去採 其他點做Sembolic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Sembolic的成本 相對於 百元力Program的攝取的話 它是會相對會比較便宜的 只有抱歉 你剛剛那個算的分子 你可不可以在講一次 我聽不太懂 就是你在 對對對 怎麼算 假設一開始是 我們走走走走 找一個點 然後從這點去找 就是這樣 這點可以想說是現實中 危機目前下的狀況這樣 對 那這個點 它如果要去做社群 它下面會有幾百步 要去做社群 基本上 你是100乘以99乘以99乘以99 他是這樣 他是等比數的 但是算不出來的 對 所以他做法很簡單 就是 我有略過一些東西 他做法很簡單 就是危機 因為你就講 剛剛你算的那個 就是你是怎麼 就是1分之1怎麼算 好 他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 這個下環 就是用某種特殊的方式 快速隨便找一點下 或是用某種 他去找一點下 然後 現在下環就說 我們不是有個 排名的局面嗎 對 這局面他可能說 黑還是白硬 黑硬的話就拿一個分 白就拿5 還有1分這樣子 就是他走到一個 譬如已經到一個 terminal state 或者什麼 他才會有1分 這邊一定要terminal 就像剛剛那個妹子的概念 就是說他一定要走到最後中間 他還知道這個策略是依然是這樣 OK 對 但是因為這個 蒙蒂卡羅的設計是還滿快的 所以當時危機可以快速引進去 是因為這一段他們幫我們 簡化了那些設計的時間 然後後來發現說這樣的方式 那如果說 我重新講一遍 如果黑色的旗 往右邊選擇下個state 如果得到0分 我就更新了 更新一次 所以就變1分之1這樣子 因為是1分之1變2分之1這樣子 因為他每跑一次 就更新他一次得分 所以你可以想到說 你說如果他再跑一次 他第一次跑的時候是有得1分 第二次跑的時候 他可能走另外一個 走另外一個 他就去0分 OK 那如果你跑1000次 就是就會要準 他只能 就可能想說 比如說你跑1萬次好了 1萬次 這可能是98次 這可能是200次 你就說 這點用隨機概念來用 這點明顯用於這一點 你在下一次建議的時候 就建議你大部分都走 右邊這個點 你知道嗎 好 他剛才講就是隨便下 或者是用某種特殊的 很簡單的palace去填那個紙 這樣子 那最簡單的palace就是隨機箱 所以隨機箱可以解決很多 除了危險以外 可是能不能夠用隨機箱來解決嗎 當然再來就是手磨危險的基本規則 就是有些點不能下 就是要出磨危險的規則 他是先 譬如說他是先跑完 譬如說先跑完1萬次以後 對 他才開始做摩斯卡洛搜尋 他不是一開始就是譬如 因為你要先跑完一些基本的次數 由你才那個點的那個分數才是比較可能 對 假設你這邊有三個兩個點 就是每一點都跑1萬次1萬次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分數多少 這個分數也會加回一些分門的點 分門也會跟他自己下點 看說 比較說這點跟相對這點 他往下看的程度到底是什麼樣 這我覺得還蠻有效率的 所以看起來有點隨機 但是效率還蠻好的 可是他每一點還是要跑那麼多次 對 這樣為什麼會按照效率 你想想看嗎 如果是全部點都去打開的話 他可能是10 吃了100次放 可是你跑1萬次以來 10 4次放而已 那個比值是差得多 10 1萬次跑14以來 10 5 6次放而已 那個分比是差得多 所以他是用這樣方式來取幹 我們用傳統那種 有類似色選的方式 主要是在極速的差別 好 那補充一下剛剛今天跳過的 簡單來說就是剛剛 他是頓上的概念去設計 那這個旅握就是看你怎麼設計 因為在這邊危機是非常簡單 他後來要講話問你 他就是 1就是黑色 因為我是黑球 1就是我黑在哪分 2就是白色沒有分數 但是你也可以設計說 到什麼樣的局面 就直接給他中斷 就給他一個分數 這要看怎麼設計 那今天他最後就是去推 你這個貝歐越方形 得到的值是多少 可以看得出來 那如果有個RTM的話 其實最常的就是 Based mean 就是你希望白血分是越地好 黑血分是越地好 黑血分是越來越方比較好 這都是可以讓你自己去設計的 他主要概念就是 用隨機方式去找 去設計這樣的位置的東西 好 那最後做一個簡單的小總結 就是說 今天 他雖然是 用聖光螢幕 但是基本上他還是用 Based first 射圍為主 就是說我今天 每個點都在一張 得到那個得分最高的 我就當作 下一位最可能的選擇這樣子 那主要還是說 今天問題如果複雜的話 我們會建議 就是打擊你們 非常嚴重的話 我們會建議 用Modihallow tree 射射方式來造 好 那一般來說 如果 維度很多 比如說 下一位有100維 下一位有99維 的話 這個完全能克服這個問題 這樣子 那第二 第三 第四個重點是說 假設今天 就像剛剛那個講的 就是說 維錫斯已知的環境 我們完全知道 他長怎麼樣 只是說 我們要搜集到是覺得很久 可是我今天是個黑核子 黑核子就是我們沒有人不知道 為什麼我給他 之後我去出來這東西 我們沒有人不知道的話 用Modihallow tree 射射也是會不錯的結合 因為它是一個平均 隨機的平均分布 這樣子 簡單來說 它並不是一個最佳的方法 但是它是一個階層計算量最好的 階層計算量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做 剛剛我們是用Modihallow tree 去做射射 也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tree還長一樣 只是說我們下面的更新是用 我們也可以使用Tree去做更新 這樣子 那這邊有很多不同 因為Tree是第六章的東西 那基本上 它就是用Tree去取代Modihallow 社學的方式 它只是差之差在公司的差別 好啦 其實差之差在說 基本上Tree也不會更難 因為它在BiRance當中會比較低 那通常在某些問題上 它的尤其是微信上 應該是 不一定的 我不確定 它是九種耳耳 所以就是說 它通常會比較有效率這樣子 那概念上大概就是 比較 其實Tree也不會 也不錯這樣子 那這樣主要就是說 講 你的那個Model Base 其實是可以換的 可以用 主機卡羅或是用Tree的方式 去更新你接下來的 時間的狀態 就是可以隨便找一個 可以使出來的 好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那有什麼問題 各位有問題嗎 各位有問題嗎 問問一個額外問題 不要有問題 就當年生男的時候 我是知道那個 那個團教授